闪亮登场,全新Chevrolet Cruise 欧洲记者评为2010年最佳汽车 在印度的年度最佳汽车 又是世界巡回錦标赛英国、意大利、德国和巴西各残的冠军 世界验证了这部轻型汽车的不平凡故事 全新Chevrolet Cruise 同级车系中最省油 十个标准安全气袋 加拿大最佳保用服务 超越一般驾驶 Cruis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的房价都录得下滑 而在过去一年 美国房价跌了1.6% 跌幅大市场预期的1.4% 对了 你好像看到跌0.5%好像很差 其实大家心里有数 因为上个几个月 美国的Foreclosure就少了 突然间又开始做 又再大量的房子推出来 让房价跌得这么快 是不是我很诧异呢 但我也不是觉得差异得去哪里 但唯一 如果我们有些人想着美国的经济 希望它复苏得快 但如果你没有房屋的帮助 你怎么都是事倍功半 现在房屋根本都没见到底 在这样的情况下 对经济增长就有少少保留 所以说完其他公布的经济数据 之前公布的数据 都显示好像美国的经济在走强 但房市未复苏始终都是大障碍 大家都要留意 没错了 再看下一份经济数据 美国大型企业联合会 集结了5000户家庭的调查数据显示 一月份 美国私费者信心指数上升至到60.6 远远高过去年12月份 向上修正之后的53.3 为8个月以来最高的水平 同期 现房指数从24.9 上升至到31.0 而预期指数 从72.3 上升至到80.3 是的 这个数据今天出了60.6 比预期好很多 这个conference board 这个consumer confidence的数据 在去年最高的时候 在五月份的时候 62.7 然后在五月份之后 一直回回回回来 现在这几个月 慢慢又升上去 这个数据 我觉得今天的市场 有能力可以反弹 除了 我觉得归功是这个数据 是其中之一 第二个理由 就是今晚奥巴马 在state of the union message 宣读 今年的政缸 在哪里 是这两个理由 支持今天市场 没有大跌 就是这个原因 再看看加拿大方面的数据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 12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按年增幅上升至2.4% 高过11月份的增长2% 其中汽油价格上升1.3% 佔去了CPI当中0.6%的升幅 所以12月份CPI主要是受到热气油价格带动 而撇除了食物以及能源等波动項目之后的核心通胀率 就由11月份的1.4%上升至1.5% 对政府来说 如果你的核心是低过2% 它又不会加息 所以因为今天看到政府不会加息 就变成了今天加币又受了少少压力 如果你看看通货膨胀2.4% 这个是全年计算的 这个变成了比预期差一点的 和11月份比只是2% 由一个月升至2.4% 大家都刚刚说过 就是跟这个加热气油有关系 如果你说计算整个交易局 包括什么呢 包括就是汽车保险那些计算 那里也升了4.9% 然后食物的价格升了1.7% 就是如果根据加拿大的统计局来做计算 八样最主要的物品来计算 有七样已经有通货膨胀 只有一样是没有 是买衣服还是买鞋 没有通货膨胀之外 其他全部都会起价 如果你将全国每一个省份拆开来做计算 就安大略省的通货膨胀最高 因为我们两岁合拼 阿尔伯特省是最低的 这个时候不如转看今天一些财经消息 汇丰银行早前有消息传出 将会将总部搬回香港 不过目前汇丰的新任行政总裁 谷利弗也就是Stuart Galliford 就已经正式宣布取消了这个计划 汇丰的总部会继续留在伦敦 而谷利弗本人和汇丰的新任董事长佛林特 也将会继续留在伦敦总部 大家都知道汇丰前任CEO 是以香港为总部的 而今次这位新上任CEO 放弃将总部搬回香港 其实会不会自女行间暗示了他未来的业务 不会再放那么多主意 在亚洲的业务上 都不可以这么说的 你要看看现在的新总裁 叫Stuart Galliford 他的背景是如何呢 他是投资金币 他在投资金币方面 最好你就在英国那里 住在英国 就近北美洲这边 你会做生意做多些 然后呢 之前那个总裁Michael Geigen 因为他落台 Michael Geigen 就在Retail Banking那里出身 他的工作 在不久的将来 会令到汇丰第一间的外资银行 在上海上市 那现在呢 这次呢 Stuart Galliford 说留在伦敦 不搬去香港的时候 最高兴的是什么呢 是英国 因为为什么呢 如果他在香港住 就比税务低很多 如果留在英国呢 会纳税 比多很多 比英国政府的嘛 那我不敢说 这个 Galliford 不会忽视香港 但是呢 你要看他现在 他直到今天为止 一上入二十四天当中 头二十四天当中 他大部分时间 在东南亚那边 真是见客 还有呢 上大陆见习近平 那样 讨论汇丰 在大陆上市的事件 那样 他仍然保持一家家 在香港 那他就会 如果你留在英国 在伦敦做总部 那你时时要 要飞来飞去的了 那其实你预计 这位新任CEO 会如何影响到 HSBC未来业务的方向呢 HSBC不能否认 他的重心 会集中在 英国 在东南亚那方面 那他在2009年 将那个executive office 搬到香港 其实是对英国政府 有个讯息 是什么 你不要将我的 从投资金和博物资金 来分开 如果你是这样 我整家银行会搬走 那现在英国 就不敢做这些 那他说 OK 我的CEO 留在伦敦 那这个时候 不如先去广告 回来再和大家聊聊 其他的财经消息 好 创造隆重的气派 需要细节的注重 由大型礼堂 布置到餐桌用品 一一精心安排 配合大量的免费车位 加进24小时的保安服务 才可以称得常宴会的首选地方 欢乐喜庆 尽在龙藤金角 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 刘天智先生 此款薄學多彩 对饮食还很有研究 是的 一碗白饭都可以很讲究 泰国东北部城西香米 有口感之余 又有饭 真是香米的薄都区 谢谢我们的嘉宾 特别送上牛头牌 特选泰国香米 我最喜欢吃它 米王之王 牛头牌特选泰国香米 总代理大风国际有限公司 迷人的风景 悠久的历史 全英文的讲解 让本地土生土长的华人 更容易了解 中国的寿美山川和风土人情 旅游指南 逢星期一、三、五、五、五、一点半 带你一起去度假 他们把这个电影史来 《怪物史来课》 大家可能都看到过 那么这个动画形象 大家也都非常熟悉 现在这个形象 就搬到了这个Casaloma的舞台上 好 那就可以试一下用这些产品了 好像有不同的味道 对啊 我们有六种味道 有母味 纷纤草 金谷 玫瑰等等 美国方面有一个重要的消息 想和大家讲一讲 就是今晚九点钟 奥巴马就会发表一个国民之情 预料他将会重点地弹架 控制财政赤字 创造就业 不过这个目标 其实可以说有点点自相矛盾 因为如果大幅度削減财赤的话 另一方面刺激经济又会受到打击 相对对降低失业率的影响就会有了 这两个两难的局面之下 其实预计奥巴马可以说到 什么具体的措施出来呢 奥巴马他不说话不行 因为为什么呢 他现在是铺路 等他2012年大选 希望他再赢回总统回来的 现在如果你看他最近这个月 他的民意测验 就是他的 popularity 又已经由54%升到62% 已经很高了 他这次一定会说是怎样削减开支 削减经费 未来五年又不再增加这些经费 一定要说就是给人听 但做不做到呢 是另外一回事来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众议院那里不是他控制 是共和党控制 那是上面参议院他控制 和总统府是他控制 做到多少事我们不知道 但市场预期他说很多事 怎样削减开支 然后所以尼美的股票市场升上来 所以我们今晚九点钟 记住留意看看他有什么话说了 看看今次会不会又破了记录 会说超过一个小时了 这个时候不如转看企业的业绩报告 美国电讯公司Verizon公司 公布了第四季度的利润 大幅增长近一倍 至到46亿五千万美元 或者每股93美先 扣除一次性项目之后 每股盈利低于54美先 略低于预期的 而期内收入就下降2.6% 至到264亿美元 也略低于预期的 如果你看Verizon最重要留意的是什么呢 就是它开到多少个新的无线电话 手提电话 因为它本身好像任何电话公司都一样 那些Landline、Long Distance 一直在缩绝缩绝缩绝缩 所以在利润方面它没有什么好转的 但是它今次好了 好在什么呢 它的新户线电话方面 原本估计它开了65万个新用户 它开了87万2千个 这个比预期好的 所以股票今天起就是这个意思 另外因为由2月开始 它开始卖苹果的iPhone 个个想着它会卖得多了 所以就变了今天股价 起了5毛半只 然后35.79收市 另外有一家公司也公布业绩的 第四季度的业绩 就是Dupont Stobank 较同期的利润较同期下跌1成1 至到3亿7千6百万美元 或者每股40美先 不过仍然好过市场的预期 期内收入就增长1成4 至到77亿4千万美元 主要是得益智销售量的增长 以及产品的售价提高了 另外集团还将今年每季的 每股的盈利预期 从3.3至3.6美元 上调至到3.4毫半 至到3.7毫半美元 其实杜邦这个利润比去年差 但比预期好 理由是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成本上升了两成 因为这样的缘故 但它仍然做得比外面的预测好 所以它想着它赚3毫2至1股 它赚4毫至1股 所以因为这样的原因 今天杜邦未升了1.5至49.04收市 今天有很多的业绩公布 再和大家说下一份的业绩报告 冒险公司Travelers的第四季度盈利大跌 苗同期的12亿9千万美元 或者每股2.36 跌到得回8亿9千万美元 或者每股1.95 但这个数据依然比预期高 这份业绩报告又如何呢 这个原本都是比预期比去年差的 但比预期好 因为为什么呢 在第四季的时候 很多人打算 比如美国东岸 12月份的时候 可能会有赔偿 而且在加州那里有水浸 很多人打算它会赔大概9千万 就是赔偿方面 为什么出来 比预期少得5千5百万赔偿 但是记住 凡是那些经济保险 那些不是人秀 就是汽车 房屋保险那些 那些竞争相当之强烈 所以它这次比预期好 所以股票今天起了6.1% 另外一个原因 股票今天起的原因是什么呢 Travelers announced 66.5 billion 65亿的 stock buy back program 所以今天股票起了 就是这个原因 另外一家公司强生 Johnson & Johnson 亦公布第四季度的业绩 销售下跌5.5% 至156亿美元 其中美国市场的销售额 跌了8.1% 美国以外的地区跌了3.1% 而仍然这方面 都跌了1.2%至19亿美元 或者每股70美先 另外公司还预计 2011年全年的利润 将会介缓 每股4.8至4.9美元之间 Johnson & Johnson 最大问题是什么呢 这个不是新的新闻 就是去年 一直被毒性 很多人就在那些药有问题 很多人就整股自己的药 变了它有年要盖了几间厂 你盖了这些厂 变成了不早一些药出来 变了它今次就比较有被人 因为这件事被人告 所以今年就是很失望的一年 希望今年将所有这些问题 是否放在背后呢 然后在2011年 它就预测赚4.8至4.9元钱一股 但是因为 但是它说 但每个人稍微比较保守一点点 就是什么呢 等你打一季证明了你是没事了 出个业绩好一些了 我才是追捧你的股票 所以今天股票仍然跌了一个优势 61.08收市 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明天同一时间 再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